所有的角色现在除了组成之外 还会每一个地区都新增两个 共计十个传送点 方便我们在赛季进行开荒 最后就是一些角色界面的优化 流离期待已久的储物箱过滤 只是简单的根据物品的种类 以及稀有度这些来进行过滤的机制 我们还能通过输入文字来检索装备 距离我想要的选定装备 然后赛选属性要远的多 不过好消息就是新增了主播模式 可以过滤掉一些敏感信息了 我们在整理背包和仓库的时候 归纳方式也进行了改进 比如说传奇微能在自动整理的时候 现在会把同一类别的放在一起了 导航与导航的功能也进行了优化 小地图现在也会更大一些 更容易让你判断自己的位置了 同时爆取还新增了自动奔跑 可以让玩家自动朝着光标的位置移动 其他的改动大家看图就好了 这里就不全念出来水时场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加紧去干 下一期鲜血赛季主题的流离 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